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谁想到 竟然会问出来 徐凤和子徐是谁啊 是你的朋友 你的好朋友 好吗 是你的朋友 我不知道这两个名字是男的和女的 但我知道他有一个是你养的 这两个都是我养的 而且这两个都是男的 不是凤凰那一部吗 徐凤是凤凰 子徐是吴丽 子徐啊 你不要现在说的像住对门的似的 晚了 别远了 别找我了 这就是我 伯克刚才提供了一个特别重要的情报 说你是一个特别抠门的人 而且你知道他一说完抠门之后 全部人对对对对对 真的假的 这个事情大家是共识啊 共识啊 共识啊 对 那大哥你先讲一下 我跟他在初中到现在这么多年了 这孩子寄了钱都没还 到现在也这样了 现在不 现在不请吃饭大家都不去啊 后面又回来一趟没朋友了 你还不请吃饭吧 我刚才还在想 正好十一个人啊 我觉得是一个团体出道啊 男团 你还起了个名字 飞飞 叫什么 石家庄十一子 可以可以可以 他刚才说他是你们的团宠 都最宠他 对啊 有刘华权都分给他了 刘华权都分给他了 刘华权都分给他了 这么多年拿我实在是没有办法 那你们是因为什么一开始聚到一起的呢 还是因为爱好嘛 按最早来说是我跟老黑 我们俩最早了 对 就是打篮球嘛 最开始是你们俩小圈的打篮球 然后慢慢大家就进来 对 慢慢我们上初中 然后有不同的班 然后他也有不同的班 然后上高中 然后就凑到一起 我们现在公布一下 那个就是个小游戏 你猜对了 那个肯定是能设置的 对对对对对 哪有亲生妈妈不喜欢亲自己亲儿子 是喜欢别人的 他一直好纠结这个问题 你不要老记忆这件事了好吗 今晚上回家问问 问问咱妈 你就说 妈 如果是我跟邓文的话 你喜欢谁 你问问 在妈妈的圈里 这个自信我是有的 犹豫了 犹豫了 谁篮球打得最好 你们这个团队 那肯定是专业的 啊 专业 对 这是专业 对 他们刚才 说专业是不是有点把你抬得太高了 太高了 半专业 他就学着篮球专业 但是邓文从来是一直觉得 他打得比我好好的很多 他总说自己是专业的 我就说 气不过 是不是 对 这是专业的 对对 今天邓文也跟我们说 说最想跟兄弟们一起 再重新打一场篮球 那就今天我们找一个 好一点的场地 好好打一场 对 那我们就篮球场上 找找当时的感觉 好吧 好 那咱们说 那咱们说